我們來回想一下 3A 加 4Y 等於 0 中 3 4 的意義是什麼呢? 呃 代表它的法項量 對 那如果我們把這個藍色的線沿著法項量移動 那這兩條線有何改變 有何差別呢? 呃 把 3 4 帶進去方程式的話 常數項會多 25 距離會變成 5 好 所以我們湊著這關係 它們好像差 5 倍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知道 欸 如果今天是看 跟 3 加 4Y 等於 10 喔 跟 0 的這兩條線的距離就是 2 對 好 那如果我們今天我們現在看到 什麼時候距離會是 1 呢? 其實就是常數向差 5 的時候距離是 1 好 那對於這個呢 其實我覺得 它這邊就好像是刻度的差 但是是實際的距離 就像我們今天在量 呃 在量一個東西的時候 我們用英寸量跟用什麼 用公分量 它量出來的刻度差是不一樣 所以你要真正換成距離 它有一個比例要去調整 例如我們再來看這兩組線 你有看出它們有什麼關係嗎? 係數乘以 2 對 它們係數實際上是乘以 2 而且這兩組實際上是代表了相同直線 但是在這組它差 5 這組差 10 所以它們 因為它們的刻度不同 所以你就看它們的常數向差 並不能反映距離 所以在下一節呢 我們就要來解釋一下 怎樣處理這種刻度不同的問題 因為一條線 它的寫法有很多 像 3 加 4y 等於 5 你也可以把它寫成什麼? 6s 加 8y 等於 10 那也可以寫成 9s 加 12y 等於 15 它寫法太多了 所以這個東西在我們處理的時候 會有一些麻煩 所以我們就要透過適當的調整 來修正它